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出现了棋形 白棋星位 黑棋挂角 白棋尖顶了以后小飞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 容易出现的一个棋形 也有可能就是说白棋小飞以后再尖顶 这样白棋想的是守住脚上 外面黑棋有可能是拆三 也有可能是拆二这样的形状 经常有时候比如说人家逼过来拆二 然后尖顶了小飞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 类似的棋形 这个也有可能 外面我们先不管它 那么这个角上 黑棋依然还是有破空的招法 那么这个下法还是比较正常的 就是点这个 这个手法完了以后白棋有几种硬法 白棋有几种硬法 白棋挡在外面 挡在外面的话 那么这个 是非常保守的下法 在一些老的教科书里 或者说是定数书里 也有这种变化出现 但是根据现在的大家对这个棋的研究来说 认为打还是有点太委屈了 因为你打了以后 黑棋搬 白棋搬 是吧 黑棋打吃 白棋叫吃 黑棋提 白棋吃 那么这个就是说是比较老的一些下法 这个结果来说 虽然可能大家也学过 以前有的老师也教过你 但是这个下法现在被认为是已经淘汰了 已经淘汰了 因为黑棋提了以后 白棋这个脚上这个木树相对所剩的 已经不多了 头换以后被人家沾上以后 还有这个断的味道 脚上的木树所剩不多了 而黑棋先手提掉这一个子以后 先手提掉这一个子以后 就是说已经是收获非常大 黑棋就是说它主要是外围都变厚了 比如说不管是这样还是这样 这个黑棋提掉以后和当初相比 这个地方黑棋就全变厚了 黑棋全变厚了 白棋整个脚上的实地和厚薄都吃亏了 而且这个变化还是黑棋的先手 等于说黑棋先手获利很大 所以白棋一般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下法 除非是在自身有危险的情况下 就是说除非这个外面已经有很多黑子了 这个点进来不光是要破你控 还要威胁你死活的时候 白棋才能考虑这样的下法 白棋就是说现在可能说由于有死活问题 那么这样才能够考虑下法 在一般的情况下基本上是不能考虑 那么搬完以后 这个团和搬其实也是大同小异 这个黑棋先手搬一下便宜是非常大 接下来以后还可以爬 好 打吃这个也行 这样大家可以看出白棋脚上的木树 已经缩水的很厉害 黑棋先手便宜很大 根据情况也有可能打这个 再吃 这样虽然花了一手棋 但一个木树有所得 更重要的是黑棋有可能 它是在威胁你的死活 如果这里有个子的话 它就可以选择这样的下法 这样整块棋还有一个眼味的问题 还有一个眼味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白棋还是非常的委屈 非常危险 同时以后如果黑棋这一代有虎的话 或者说是虎对外面有作用的话 它不着急爬还可以虎 那么虎了以后它还可以直接立下 直接立下来 这样木树野味白棋都成问题 都成问题 所以说这个党是非常委屈的下法 大家基本上是不要去考虑这样的硬法 除非是自己要做活的情况下 那么点这个以后 白棋应该抄起另外的下法 那么另外下法还有一种就是团 想守住脚上 不让黑棋从这里轻易的度过 但是这个下法其实也不是太好 也不是太好 因为本身黑棋爬 这个白棋有些难受 如果止退的话 那么黑棋简单的小尖 这个就活了 活得很轻松 同时把白棋的这个角也给破掉 也给破掉 这样的话就是说 还是白棋不太满意 活得轻松以后 如果是这边有黑棋子的话 整体白棋还有死活问题 什么问题 那么退肯定不肯 不肯的话呢 那么就只有顶住 只有顶住 但顶住以后呢 对这个黑角呢 想杀它 但是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 退起来就立 这里要搬过 白棋如果挡的话呢 这个黑棋就可以 翻 立 这个局部呢 是一个打结火 打结火 白棋点 黑棋呢 就这样 这样是一个打结火 这个呢 黑棋当然是不怕 毕竟是你的脚嘛 打出了也对外面来说损失不是太大 当然白棋呢 如果说能走到成这样啊 走成一个打结火呢 当然也是可以考虑的 也是可以考虑的 不过在这个变化当中啊 白棋需要非常注意啊 因为这个棋啊 白棋在这个地方有很大的漏洞 需要注意就是说 如果说白棋增值不力的话啊 如果说白棋增值不力的话啊 黑棋呢这个直接断上来 白棋啊 这个就非常的困难 很难办 里面刷器肯定是不够的啊 这个黑棋一挤就白棋就死了 那么只能打出去的话 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啊 你如果只能这样的话 那么黑棋就一般 再连板啊 注意这个拐头呢 是绝对先手 这个基本上也是白棋啊 肯定是出于立马就要崩溃的一个状态啊 崩溃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 在增值不力的情况下 白棋啊 它是绝对不能这么选择的 甚至于黑棋凶一点 还有可能 直接就给你断上来 那么即使在增值白棋有力的情况下 那么黑棋呢 也可以做一个打结果啊 这个黑棋呢 也不怕 所以说白棋这样下呢 还是蕴藏了呢 很大的风险啊 支持的 也有的这个企业会注意到啊 哎 那么 你立的时候不是要 度过嘛 从这里搬过嘛 那么我能不能先搬一下啊 主度 对吧 如果表示你是不管是拆二还是拆上啊 因为这个要是被我藏出来呢 这个外面损失太多啊 那不是我先阻度一下 哎 那我再来杀你呢 这样呢 当然是可行的啊 但前提首先是一定要有 要这个 增值有力啊 增值有力 但即使这样呢 黑棋呢 也不怕啊 黑棋也不怕 一个 黑棋展示不走啊 展示不走 就是说呢 可以考虑外面这个 去 引针 获取这个便宜 获取便宜 那么 呃 第二个呢 就是说 黑棋 实在不行呢 就算打拔啊 这个黑棋也是可以考虑 就是因为这个打拔啊 这个外面一下子就全变厚了啊 也是收获呢 还是很大啊 以后还有 断的这个味道啊 就是说断一个 等增值有力以后断一个呢 这个逼迫呢 你去收气 你这个脚上呢 目数也不多 即使回过头呢 你想活这个脚啊 想破这个空呢 依然是可以 其实这样白棋呢 还是杀不着黑棋 虽然我渡不过去 但我就简单的一打 哎 一小尖 这样呢 局部呢 其实呢 也是火棋啊 也是火棋 你沾上呢 由于这个 大家看看 这个团是先手 是吧 因为我这儿还是可以搬过去 那么呢 再 做活啊 这个呢 也都是 可以考虑啊 可以考虑 不过要注意呢 白棋这个断的手段 就是说啊 嗯 走成这样呢 黑棋呢 也是可以 这个 活的啊 也是可以活的 所以 总之来说呢 这个地方啊 黑棋 爬了以后立呢 基本上可以说 这个是 局部呢 就 差不多是 活了吧 黑棋就是说 可以算作啊 白棋作为自身来说呢 首先要注意这个断点啊 即使这样呢 嗯 即使断点不存在啊 啊 争执有力 也得注意 这个 呃 脚上呢也没法杀黑棋 同时呢 也 你不能完全就是说 爭止有力就这么下啊 还得考虑到白棋啊 还得考虑到对方引征的严厉性 啊 你表面上看着爭止有力 但是人家万一 有个比较严厉的引征手段 啊 这个白棋呢 还是不行 是吧 因为你这里补一个收获呢 并不是特别大 那你这边被人家 呃 很严厉的走两手呢 这个肯定呢 也是吃亏的 也是吃亏的啊 从嗯 这些变化来看呢 可见这个团啊 被黑棋爬了以后 白棋啊 就是说 即使啊 各种条件都成立 也呢 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啊 也没有好的结果啊 那么呃 从 刚才啊 我们摆的这 两个变化来看啊 就是说 当黑棋点后 白棋党和团呢 都不是很好的应对啊 啊 那么白棋在这里 正确的这个应对方法呢 应该是立下去啊 这个是白棋呢 呃 不能想 光想着这个手脚了啊 这个是 就是要立下去 这样呢 才是正确的下法啊 立下去呢 呃 那么黑棋呢 接下来呢 呃 可以爬啊 有两种下法 一种呢 是爬 爬一个呢 在这个 呃 牵扯到这个增值问题 还是啊 这个增值有力的情况下呢 这个爬呢 是比较 可以说是严厉的下法啊 严厉的下法 那么 白棋呢 只有退啊 哦 我们所说的增值就是 还是这个增值啊 如果你顶的话 黑棋这个 这个 这个 断啊 如果增值有力 这个 下法 就比较严厉啊 白棋被断开 这个 这个 头就有点大啊 头就有点大 嗯 那么 你不能 你这个 他直接跑啊 这个 呃 脚上黑棋的气啊 非常的长 这个 你还不好收他的气 这样的话呢 呃 就 这个 白棋 非常危险啊 嗯 这一定还是要增值 有的说 那我这个不是先手吗 啊 这个我用不着增值 但是你要把这两个交换掉 再跑呢 这个 白棋脚上就可以虎了啊 那么 在这里被他一虎呢 这个黑棋实际上就是说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手段啊 没有什么 那么多 这个 所得呢 并不多 那么 由于黑棋争持有力啊 这个呢 就是说 白棋呢 不能顶 那么白棋呢 就只能退啊 只能退 然后黑棋 接下来小尖 啊 虽然是能活啊 能活 但是呢 这个呢 这个呢 并不是 并不能就这么满足啊 并不能就满足 这个 结果呢 并不是很 很满意啊 很满意 因为 这个白棋呢 这个外面呢都比较结实 注意 它这个力的位置呢 比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团啊 啊 这个就好多了 因为这力在这的话呢 对你这个外面的威胁啊 就是说 呃 变得呢 要大多了啊 不管你是拆三啊 这样的形状 还是拆二这样的形状啊 因为多了这个力以后啊 白棋 对黑棋外面的这个攻击性啊 就强多了啊 所以说你外面这块棋啊 就变得比较薄了 你在里面呢 活个小脚呢 特别是后手的话呢 这个不便宜啊 比如说这样的形状 它就直接过来攻击 你这个眼位啊 有问题 如果这样的形状 它甚至于直接呢 就打入进来啊 这个黑棋要看一看外面的这个 厚薄的问题啊 那么 这样的黑棋不能轻易满足 那么黑棋做活呢 还得要求高一点 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拖啊 拖 拖一个 拖一个做活呢 就更好一些 白棋如果搬外面 那么我就退 是吧 这个你得补 嗯 在外面呢 本身有点的借用 而里面呢 活呢 由于拖了以后啊 可以呢 就是活得大一些 拖大一些 嗯 这个街呢 由于以后有个家啊 对外面呢 还是有点帮助啊 这个活的呢 肯定比刚才这样啊 就是呢 要好得多啊 要好得多啊 要好得多 这样呢 黑棋呢 还是可以满满溢啊 可以满溢啊 就是说毕竟是 可以说最大限度的啊 破了这个 呃 白棋的空啊 最大限度的呢 破了白棋的空 这个 应该来说还是 嗯 可以满溢啊 但这个 嗯 白棋呢 有时候呢 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爬的时候 增值不利啊 只能说是 总成这样算了啊 走厚了以后呢 啊 自身还是比较厚的啊 把这个 这里的损失 希望呢 能够对外面的攻击呢 来 弥补回来 啊 来弥补回来 这是 在黑棋增值有利的情况下啊 黑棋是可以 那么如果黑棋这个地方增值不利啊 比如说爬这个被人家顶住了 是吧 增值不利 那么呢 这个时候黑棋还有一种下方呢 就是说是飞 可以飞 飞这个也是 不错的啊 不错的 白棋啊 这个 首先这个挡 要非常小心 非常小心 白棋不要轻易的这个 去挡啊 挡这个要 除非是在这边啊 绝对首先是低 不能有对方的指令啊 不能有黑棋的指令啊 第二呢 最好呢 是有自己的指令资源的情况下呢 才能考虑这个 这个党啊 这个党 因为党的话 如果说黑棋啊 有个别的指令资源 甚至于就是说没有指令资源的话呢 这个白棋也得小心 因为黑棋这个冲断 还是非常的这个厉害啊 这个冲断的话 如果说 那么 这一下子啊 把白棋这个外面呢 给封断了啊 里面呢 黑棋的气呢 不短啊 也不短 你虽然这样啊 或许如果什么子都没有啊 或许你能杀掉它 对吧 如果这一带 比如说有个黑子这样 一般这个白棋就死了啊 即使这样你能杀掉它 也不见得就是说有什么便宜啊 也不见得便宜啊 因为黑棋 从外面 比如说最简单的啊 我们摆个最简单的变化 尝一下啊 挡住 这样啊 即使你收气把它吃了 收气把它吃了 这样呢 黑棋即使气掉啊 也不亏 这外面压也可以 以后这里呢 都是先手的 因为先手把这个脚啊 给封住了 这样的黑棋呢 也不亏啊 也不亏 你去弯这个也没有用啊 这个弯也没有用 由于这个压是先手啊 黑棋就把你 罩住 就是啊 虽然就是说你长了一气 但是呢 黑棋以后一封了 就变得更加的厚 但这个是 只是黑棋最简单的啊 这个 招法 如果周边油脂还有很多的变化 比如说 它也可以行从这边啊 压缩你收气也可以 所以说这个 白棋这个二路挡啊 就是说 不是不行啊 不是不行 就是说你一定要周边条件 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啊 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呢 才能去挡这个啊 如果周边黑棋有指被被黑棋直接冲断的话 这个白棋啊 就是本身呢 有可能还有生命威胁啊 那么不挡的话呢 这个白棋还有一个压啊 但压的这个下方呢 好像也不是太理想啊 不是太不是太好 那么黑棋肯定爬啊 白棋呢 当然现在不能搬外面了啊 搬外面呢 因为你被黑棋一断 是吧 再一挤啊 这个自身的形状 都变得不好啊 那么这样再黑棋做活的话 这个外面呢 还得补齐 当然黑棋凶一点啊 甚至于直接藏 这个白棋呢 也是 形状呢 很不好啊 布伦班如果退这个啊 退这个一样啊 黑棋呢 就可以挤啊 这个地方说不定还得防一下 那这样黑棋在局部呢 都已经先手活了 都已经先手活了 先再爬一下也行 这样呢活得太大啊 但也许说 哎那我可以搬这个啊 吃你啊 但是这样 吃这个角呢 也是呢 不太好啊 也呢不太好 这个 黑棋呢 可以断 白棋呢 爬是吧 那么黑棋再搬 你看啊 注意先断一下呢 还是有好处啊 可这样的话呢 要补呢 这个借用呢 就 不多了啊 这样他即使补呢 这个头呢 外面是个软头 是个软头啊 那么 白棋再补的话啊 黑棋呢 根据情况啊 就是尝一尝 在外面呢 还有很多的借用啊 而 作为里面来说 虽然死了 但是呢 这个以后啊 这个另一个啊 再 加一个啊 这个是 光子 收金 光子收金 这样呢 白棋啊 全部啊 还得 收器 收回去 黑棋呢 这个 这个脚上的木树啊 其实 所剩呢 不多了啊 你得吃我吃你提 是吧 这都是先手光子 所以这样呢 其实白棋呢 也不是太好啊 也不是太好 所以这个 飞的时候呢 压 不太好啊 打呢也有风险 所以白棋 比较正确的下法呢 还是冲 黑系大 然后再加 这样呢 如果他爬 那么你 退也可以啊 就把这个脚呢 吃了也行啊 这样吃 和刚才吃呢 虽然看上去 似乎小一点 但是脚上呢 什么味道呢 都没了啊 都没了 然后再在外面走啊 这个呢 倒是 也是 可以的一个 白棋啊 可以接受的一个 变化啊 可以接受的一个变化 当然你选择外面 长也可以 他爬的时候长也可以啊 你虎呢 就打吃啊 以后呢 就 根据情况 拐也行 或者搬也行啊 虽然他能活 但这个可能不太 沙有点勉强啊 这样呢 只要他爬几根呢 做活呢 就算了 也算了 这个呢 当然也是 可以的啊 这个呢 白棋呢 是能接受的一个变化 那么黑棋如果直接虎啊 就加的时候直接虎 白棋就打 沾上啊 这时候选择权呢 就在白棋手里了啊 看看根据周边情况啊 这个挡还是不要轻易去打啊 当然得注意啊 我们前面提过冲断 而且现在它还有可能先打一下啊 这个挡呢 不要轻易去打 根据情况啊 一个呢是搬这个啊 搬这个啊 它如果爬啊 就和刚才是一样了 如果断的话呢 现在就可以退啊 可以退啊 那么黑棋呢 有可能爬火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黑棋可以加出去 加出去 然后再 这样 连络啊 这样连络当然黑棋呢 还是破了不少空啊 因为这个搬呢 它本身呢是没有太大的价值 所以呢 这时候呢 白棋啊 也不要轻易去搬啊 能挡呢 就挡 挡不了呢 这时候呢白棋可以根据情况啊 比如说跳一跳啊 看看周边的情况吧 或者说是直接啊 比如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直接对对方发动进攻也可以啊 稳健点呢 就跳一个 那么黑棋做活呢 要打这个的话呢 你就打吃啊 这样白棋这个结很轻啊 以后 嗯 它要爬呢 你就老老实实退啊 以后它还是得呢 补一个啊 你呢 随时可以找机会把它打回去 然后呢 再 对外面呢 发动这个攻击啊 嗯 这样呢可以说是双方一个 比较正常的啊 一个变化啊 就是总之而言 这个黑棋 点这个角来破空的时候啊 这个 嗯 白棋呢 这个 挡这个啊 和挡这个呢 都不太好啊 还是正确的下方呢 还是立啊 这个角上呢 嗯 是给黑棋 一点这个 控啊 这个控已经被破了 没有办法啊 没有办法 那么白棋的希望 主要希望呢 还是应该 嗯 注重于外面啊 有了这个力以后 对黑棋外面的这一串呢 发动攻击 这样呢 嗯 从把这个角上的损失呢 挽回来啊 那么里面 如果它飞啊 黑棋 真是有利可以爬 那么如果飞的话呢 白棋冲了家啊 然后 这样呢 是个正确的下方 先把这个便宜了以后啊 根据情况 看看是 嗯 这个斑和胆呢 都得稍微小心一点啊 就普通一点呢 或者外面就补一个啊 根据这个外面的情况啊 让黑棋呢 在脚上呢 稍微活一点点 把主要的注意力呢 还是集中在 对外面的这个攻击上面啊 这样呢 可能才是呢 一个正确的这个下方 嗯 点脚 小飞 点脚以后呢 这个应该 尖顶小飞是比较常见的形状 那么这个点脚呢 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骑形啊 希望大家呢 对这个呢 有所了解 好的 本期节目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